馬卡會不會有依賴感 有吃就有 沒吃就沒差 這邊我來跟你們講 我先跟你們說 會依賴 會有那種 耐受性、耐藥性 那個是藥 藥物 懂嗎? 但是這個是健康食品 它是吃的食物 我問你們嘛 你們會吃芭樂 吃到不吃芭樂會死嗎? 維他命C也是從芭樂啊 柳橙啊 新的萃取也是從那些 富含芯的地方萃取出來的啊 或是那些酵母芯 那你會因為不吃這些東西 而怎麼樣嗎? 不會吧 因為它是食物 它不是藥物 它不是毒品 毒品會讓你上癮 這個並不會讓你上癮 OK 那加上它也沒有特別的好吃 我說的好吃是 好像那個很美味 也沒有 它也不會很好入口 所以呢 我要講的是 譬如說很多人都會說 吃了什麼精神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個跟B群一樣嗎? 不一樣 那我要說的是 我們的精神好 正常假設是這樣好了 這個是正常健康的狀態 這個是狀態 那我們因為上班的壓力啊 然後工作的壓力啊 等等的 就有時候就會開始慢慢的 變得比較不正常 好 類似這樣 好不好 這個是有壓力的狀況 有生活壓力的狀況 但是不見得是什麼壓力 你可能熬夜 你可能心裡有壓力 這些都算喔 好 那當這樣子的時候 你補充 因為我們在身體有壓力的時候 會流失 流失掉維他命B 那維他命C本來就是身體 有每天規定要攝取多少的那個量 那心也是 心也是每天要攝取的量喔 不要忘記了 這個是男生每天要攝取食物 女生是12 心不要只有跟 不要想說只有跟前天性有關係耶 女生是跟頭髮跟皮膚都有關係耶 比如說補心啊 補B群啊 補C啊 好 那你現在吃了馬卡 那馬卡的作用呢 之前我就不多說了 好 吃了之後 因為馬卡裡面有B有C有心啊 這是我的產品 其他的我不知道 好 你吃了這個產品之後 你覺得 欸怎麼精神好了 就會有人說 欸那是不是睡不著 不是 你就是回到這邊 應該要有的狀態 或者是他幫助你 回到有精神的狀態 這個不是跟咖啡不一樣喔 咖啡是有一點 強迫你開機 但是健康食品是 讓你的電腦整個重整 重整好了之後 讓它自己可以開機 但是咖啡是強迫你開機 所以你不喝咖啡之後 你會變得非常非常非常累 但是馬卡並不會 你就吃了就維持嘛 但是你不吃 就是回到你原本的狀態而已 所以你回到原本的狀態 也不會怎麼樣 因為你本來就這樣 它並不會因為你不吃就 就變得很不好 不會 BC跟心是我們身體本來就需要 補充的營養素 那你補了之後呢 覺得身體的狀況改善 那個改善不是這樣子喔 不可能 只是讓你原本不好的狀態 回到正常 不然為什麼要叫補咧 不是嗎 囉 我们下期再见